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政的节目 今次开习近平的拖 大家知道习近平有姐夫邓家贵,有姐姐齐乔乔 但她是一个表弟,她女儿就是习明责,我们稍后讲到她 太太彭丽媛,但真真正正有一个表弟,就是齐明 齐明最近涉及到什么呢?据澳洲媒体报道 中国间谍走私军火案,哇,不得了 间谍走私军火,断政,就是李齐明 今天习近平在做什么呢?大家心知肚明 有什么反腐啊,有什么呢? 不能复,不减复,不复复,不复复,那大堆东西 哎,走私军火,就是你的表弟 拉了你去,就这么简单 其实很简单而已嘛 不止他,习明责都是这样 习明责做什么呢?甚至肚明 齐明,今时今日,习近平的表弟落祸 说给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 澳洲警方破获一张涉及中国间谍的走私军备案 两名定居在澳洲,但分别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男子 是被指由俄罗斯走私军用设备去到中国 这案件疑似牵涉到一个和习近平的亲戚有关的间谍网络 雪梨神区报,Sidney Morning Heritage 昨天报导 昆士兰的裁判法院 Queensland Magistrates Court 在2月18日走这个案件 展开了凌晨 被告分别就是出生在中国 二年六十四岁的会计师李金 Kim Bowie Lee 是李金 以及出生在俄罗斯的六十三岁的商人 就是切尔 就是Axander Chair 两个人都被指控违反澳洲防卫贸易控制法 Defense Trade Control Act 官员又透露 针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工作 就是由2016年的8月已经开始了 当时澳洲当局是瞄准了一架由澳洲赌场安排的私人飞机 Private Jet 并且派遣执法人员搜索这架飞机 发现飞机上一共载着六个人 其中包括这六个人是有李金 就是这个六十四岁的中国籍的会计师 另外也都有这个齐明 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表弟 麦尔本黑邦大哥周九明 周九明 就是Tom Cho 周九明 这个是麦尔本黑邦大哥周九明 123456789 另外已入一名疑似 与中国情报机关有关的人士 孤印其名 已变他搜索 李金和这个切尔落祸 李金在2016年调查的时候 发觉到他和齐明周九明 这些黑邦大哥一起做事 你这个齐明和黑邦一起搭一个私人飞机 所谓何事 所以这个齐明是重点 报道又提到 有关案件已经呈交给法院的文件指出两名秘国 无论是李金或切尔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籍的人 分别就是在2018年1月9日和7月27日 曾经看另一名人士安排 从俄罗斯将多项物品运往中国 这个另一名人士是否齐明呢 写在场上 而有关物品是属于澳洲防卫及战略物品的清单内容 即是你做间谍 spies espionage 而且同时你做的什么呢 偷云军火 OK 所谓何事 大家都知道了 即是你今天齐明 是习近平的表弟 做了解放军的 骚髒的东西 证明到什么呢 你习近平反的是什么呢 太智当、红二代、江森、胡温那些贪 支持的什么呢 自己表弟的关贪 你做这个表哥 表哥你真是好耶 我真是应该以为 这个标题就是表哥你好耶 习近平表哥你真是好耶 这样一个表弟 你难辞其咎 齐明现在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了 拘捕了没有呢 那现在他去哪个地方 那很简单啦 你这件事给 所有反对习近平的人呢 一份呢 即是可以 讨伐习近平的核民呢 那要今天的情况 这样做法 二十大 会不会有一个 新的变化呢 看下去了 这个就是小小的一件事 看看哪个时候继到那林介点 齐明这件事 必定是大输得输 很多的香港媒体不报啊 我是不是 不合格的啊 喂 澳洲媒体也报了 习近平的表弟啊 出事啊 我很希望大家 踊跃报道这件事 报道还提及呢 澳洲警方 目前指控李金和彻宜的罪名 都是涉及到计划 非法仲介军备公认 但未涉及任何间谍活动和其他罪行 那便显目以待了 但肯定 他在2016年搭这架飞机 有李金有齐明 有墨尔本黑邦大哥周九明 周九明 那你讲不知是什么人 和一名疑似 和中国情报机关有关的人士 那这肯定是间谍啦 你说齐明水洗都不清啦 就是不简单 另外 据New York Times有个时报中文博 在2019年8月5日的报道 澳洲情报人员在2016年的一调查一宗洗钱案件中 搜查一架私人飞机而齐明 刚刚就说过了 就是当时机上乘客之一 真是有趣 这个是很清晰的 另外你看看针对习近的东西 何指这件事呢 中国涉及新疆维吾尔种族灭绝 目前只是制裁相关的高官 而美国的众议院哈之立的众议员 Vicky Hasler提案 要求禁止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和家人 就是全部所有中共党员和家人 入美国就读 而这个哈之立就是Vicky Hasler 记得特别点名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独裁者习近平的女 习明泽 西明日尔曾经在哈佛大学公读 痛批当中共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的时候 却断送了 却继续送孩子到美国接受一流教育 即是今天他又吃又滴 即是他今天又记忆自己杀自己的人 美国又培养这些杀贵子兽 给他一流的美国教育大学 说真的 这些美国的左教大学 收学费 培养西方左派 习明泽最喜欢的 是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 唉 对于美国的大尊院校 其实我真是痴之以鼻 至少我读书的时候都不是这样 今时今日真的这样 很可悲 这位俄共和党的众议员提出大量对抗攻中共的立法 包括了 保护美国不受间谍影响法 自己都遭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制裁 而这一次哈之勒提出 保护高等教育不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法 就是Protecting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ct 锁定包括了 习近平在内的中国政治局常委和家属 包括了配偶子女父母 兄弟姊妹和孙辈的 根据哈之勒提供的资料 在2020和2021年度 学年里面 有超过31万7千名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 在美国学习 包括了中共官员的家属 他特别点名 习白平的女儿习明习 在2014年 在哈佛完成了本科学委 又在2019年入读哈佛的研究所 同批当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实施种族灭绝时 她的女儿在哈佛大学却接受了世界级教育 相当值得讽刺 除了习近平的表弟和她的女儿都被点名之外 我都需要点一个人的名 在美国方面 美国商务部长的老公 却被罢任职 涉助中国 涉取美国制裁公司 这个我早已说过 现在也更加多的资料 看得出来了 美国这个败匪政权 商务部长雷蒙多 雷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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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老公叫莫菲提 去年底 行使所任职的医疗人工智慧的股票选择权 购买股票 这间公司的主要注资者 包括被美国政府点名协助 中国取得美国先进科技和智慧财产权的 风险投资公司丹华资本 莫菲提 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老公 在2020年出任了Path AI的顾问 去年12月 行使股票选择权 Stock Options 就购买了至少价值5万美元的Path AI股票 2018年 美国贸易代表 在301调查报告中指控 中国利用风险投资 取得了美国高科技和相关的知识产权 其中包括了丹华资本 而丹华资本 由2016年起参与至少两笔数百万美元的投资 丹华资本 在2013年 由已故华裔科学家张首成 和学生谷安街创立 主要投资高科技领域的新创公司 据称张首成在1990年参与中共的科技发展秘密计划 2009年入选中共的千人计划 这个计划被视为转移美国的科技和知识产权 2018年 美国发布的301调查报告指控 中共利用风险投资取得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 包括丹华资本 张首成不久就因为忧屈症去世 据称他自杀 就是被自杀 所以张首成也就是伸手而处 现在已经死了 云归地獄 就这么简单 所以到今天 看得到 美国充满间谍 这个间谍幕 就跟刚刚讲的军火间谍幕 是不是有关系呢 我不知道 我没有做定论 但 看得到 习近平的表弟 看实他 齐名 齐名 齐 齐 即是占国七人的齐 齐雨的齐 齐秦的齐 齐 明亮的明 明暗的明 所以看到 齐名 钉实他 不要只是立刻钉旁家贵 有个多亿的新人被钉 就是涉嫌 走私军火 制造一个间谍网络的齐名 习近平的表弟 表哥 你好 下一次 就跟大家讲 记得新闻